我想象的工作和见识中 我真正上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尝试 我选择去加企业做管理培训生 可以在轮岗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的职场的硬实力 有一定的提升 然后寻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努力做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推荐人好 在座的12位老板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郭怡 今年22岁 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培训师 或者是输出方向 为培训方向的管理培训生的工作 谢谢 郭老师这是我的简历 挺好 真瘦 太瘦 怎么那么瘦啊 这是遗传 我妈妈就很瘦 你就吃胖一点好一点吗 我吃很多 你有多重 两位数吧 应该 没有 我三位数 你有三位数吗 对 刚刚到 100 对 身高 身高172 身高172 不止吧 因为你看着好像比土蕾高啊 没有 我今天穿了高跟鞋的 别拉倒 你我差不多高 我比你高两厘米也差不多 我比你高两厘米也差不多 你可拉倒 你俩可比我矮多了 你对 咱俩现在上来比 我真比你至少高三公分 不不 现在来比 你快跟鞋来比一下吧 上去上去上高吧 上去上去上去 你有一比七五点五 你有一比七五点五 我再看一下 不准踮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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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是不是差不多高 头发高啊 高一点点 两个人把鞋子脱了 还有可 你这头发还没抹下来 你看看 你看我这这头发还没抹下来 是吧 他顶多比我高一公分 两点五公分绝对有 你一米七三 知道你是二百五 回去吧 嗯 来吧 嗯 你说我瘦 我说你瘦干嘛 我说你惹这事 但是我觉得每位老板 在我心中的形象 都非常高尬 你的推荐理由是 郭怡呢 他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大一呢做礼仪模特 大二做礼仪模特的领导 是吧 和他带队 大三的时候他看了非理莫属 然后呢 发现有个老板 女老板叫王潇 王潇呢做了一个 趁早女性社群 于是呢 郭怡就读了王潇的书 然后就深受其影响 所以他现在是成都 趁早读书会的副会长 趁早读书会 对 所以郭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包括在成都的趁早读书会 他也是一个领导 而且经常呢去这个 组织活动啊 然后自己上台演讲啊 对 锻炼了他很多能力 所以呢郭怡的求职方向呢 也是企业的这个培训师 我觉得相当的靠谱 也是王潇的门徒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孟怡老师 郭怡她是求职方向非常明确 培训师或者是培训方向 为什么这么明确 我希望 其实我寻求培训方向呢 是我希望在职场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历练之后 我有非常多的能力 有非常多可以跟大家 分享的东西之后 再去做培训师 而且郭怡是个很擅长学习的人 她除了参加了趁早读书社 这个之外 她还自己自学了 参与了这个什么形象 对 色彩形象顾问 色彩形象顾问 对 而且要对我们的老板进行点评 来说一下吧 陈浩在男士风格类型中 他是属于一片浪漫型 然后有点心锐前卫 大家有没有觉得 其实陈浩老板他的气质 跟老佛爷 就是卡尔拉德菲尔得有一些像 我去 这个可以有 就是一些有色彩的 一些有花纹的东西 他们是驾驭得了的 所以我觉得他穿的非常合适 好 下一位 刘家勇呢 刘老板 我觉得穿衣讲究TPO 首先是time 时间 第二个是place 地点 第三个是occasion 场合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刘家勇 老板在这个情况下 穿这个有一点点不太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这个很合适 太休闲 它是比较正面的场合 比较职业的场合 算是比较正式 家勇这个特别 我就感觉这是东北啊 周末晚上就是路边撸串的 就是 其实就是 对 就是所谓的 家勇里头还藏着条大金链子 没给你亮出来 对 再来一个大金链子更像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 大家如果今后穿衣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TPO 不是 那你告诉我们 这个场合我们应该穿什么 不太清楚 穆颜穿的合适吗 其实还是 他还没有评价穆颜的 先说刘亚头 穆颜可糟糕了 在他的评价 来 你说穆颜 你说穆颜 其实我看飞里木属 看了三年 我发现穆颜老板 所有的衣服 都停留在运动阶段 然后 没有啊 我经常穿衬衣啊 然后我但是 西装啊 很少 然后看到的最多的 首先就是卫衣 然后就是帽衫 然后就是各种就是运动衣 其实我觉得 我刚才在跟穆颜老师说 其实我觉得 他的气质有点 就是跟周星驰有些像 就是这个中屏非常的长 其实他也是很自然的那种 所以他是 可以去穿一些比较自然 比较宽松的衣服 但是 运动风不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你多虑了 我对穆颜没有更高的要求 他能穿就不错了 在点评老板的这个环节 我觉得我跟老板的交流 还比较流畅 对我来说 你算是比较有加分的项目吧 好 不说别的了啊 培训师或培训相关的岗位 其他也考虑 也考虑 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4000 有低于的限制吗 没有 好 我们先第一轮选择取核流 对 杀软灯全流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TPT 这个是我的学习能力 首先是成绩 在大学期间还是比较好的 第二个是我自学了非常多的 首先是视频软件 第二个是办公软件 还有我自学了思维导图 然后第四个是我从小就学古证 好 这个是我兼职的经历 主要有礼仪模特主持和销售 这是我的项目经验 首先就是社群管理 就是趁早读书会的副会长 还有曾经做过青年社群的成都种子 线下活动第一章是我在做的 田普俊小姐的西南型的分享会 当时现场是650多人 第二个就是我自己的分享会 插举那个成都的趁早会 你当副会长是有2000多人吗 对 有2000多人 下一个是我准备的演讲 是我通过我自己三年的一个 就是经验的总结 然后给我学弟学妹做的一个 算是大学生能力发展的一个体系 很想说吗 很想说 很想说 要花多长时间 简短一些吧 就一分多钟 好吧 我先插断一下 你希望通过这场演讲达到什么效果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了解到我的体系 然后希望就是 就是听过的人如果是大学生的话有一定收获 就够了 那不就批为够吗 大学能力培养 我之前在做过很多那个就是在学校的分享会 我希望你能听一下 嗯 好 期待 好 迷茫的时候怎么办 迷茫这个话题对于大一对于大二 甚至对于大三的同学来说 都非常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 那迷茫的时候究竟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首先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 学好你的专业课 这是你大学四年的历生之本 第二 做好三个大量 首先大量阅读 一定要尽可能地去多读书 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第二 大量学习 这个学习不是你所谓的专业课学习 可以去学习任何的能力 第三 大量观察 做一个细心的人 对于以后无论你做什么事都非常的重要 好 第三 尽量地去进入社会 去兼职去认识 哪怕你去参加一个组织 去参加他们的东西 做好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寻找一个平台 一定要去想自己做些什么 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平台 其实你在做好那三个的过程中 已经拥有一份比较好的简历 让你走在同的人的前面 所以说这世上 没有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 只有努力才能把毫无道理 变得理所应当 谢谢 刘家勇你觉得怎么样 你天天是在做这个的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问你 演讲一定是有目的的 就是说你包括最著名的TD演讲 它传达一个理念也好 它一定是第一 主题鲜明 你之前告诉我 你说希望通过你的故事 来告诉大家 该怎么解决迷茫 对吧 但是你的故事 你没有告诉大家 怎么样学好专业课 怎么样去做 你是怎么做的 就要结合到 我们说的案例 和你的理论要结合 第三 大量地做兼职 你是怎么做兼职的 家勇这一分钟演讲 没有时间说这个 不过他一定要构建场景 就如果一个演讲 讲出三段理论 结束 即使是一分钟 那你就不如去讲一个点 你今天如果你知道 我就有一分钟时间 那最佳的演讲 我就只讲一分钟的一个点 我同意家勇的说法 就是今天稍微跟面试的表达 混在一起了 他说的是有效的 就哪怕你只说 我大概分五件事来培养 这个解决迷茫 那我今天只举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有限 其实就很出彩了 对 他呢主要是什么呢 他整个演讲下来不够动人 这个动人其中有一个因素 就像你所说的 和实际案例相结合 但因为他想要讲的 这个心情太破解 他非常破解的 以非常平稳的语调 几乎没有一扬顿错的 把他急匆匆的就说完了 本来我是很不喜欢 有准备的演讲 但我为什么还让你说 就看看你能不能 把自己想说的浓缩成 在这一份办当中能够表达的 作为一个培训师 不是说按部就班的去讲 你肯定是要有所针对 有所调整才行 但是你依然是 把刚才准备的一股脑袋 全倒了出来 结果就没有了重点 可是郭怡同学自己才93年的 但是他问题是 郭怡本来是93年 没有问题 他在半成熟 你知道吗 其实自己是个孩子 他在半成熟 所以郭怡刚刚的演讲 我个人觉得特别像一个长者 在教导晚辈的状态 这可能有点不太适合 你现在年龄层次 其实我想补充在台上 就是我所培训的 其实是针对我的学弟学妹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我就是一个教导者 可能在台上 因为针对的是12位老板 大家可能就是平台不一样 然后想法也不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吧 其实刚才由于 大家对你预期过高了 其实你才22岁 贾定这是你求职的最后 你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和定义 你为什么会比别人 更有可能成为一个 优秀的培训师 你能做一个好的总结吗 我觉得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就是为了实现 我自己心中最想实现的东西 我通过学习 通过一些经历的过程当中 我找到了我自己真正愿意去做的东西 就是分享 所以我才走上这个舞台 去分享一些东西 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当培训师 我是希望在一个企业当中 得到了长足的锻炼 我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东西 可以分享的干货之后 我再去做分享 这是我最想要的状态 谢谢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十一盏灯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来 从徐昭开始 两个位置 一个是总部的培训师 还有一个是我们市场部的这个文案专联 对 都是在北京 好 陈浩 那我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输出方向是企业职场培训类的 李俊祥 职位的话就是传说中的旅游体验师 工作地点北京和上海都可以 谢谢 深蕾 因为我们实际上对培训这块要求是 具备一定的金融背景 所以说在你这块的话呢 我只能给到你的是一个这个助理培训师 颜峰 咖啡机给你留的岗位是管培生 输出方向是培训 你是一个很好的潜在的未来优秀的培训师 地点 在北京 张博 给到的职位是 运营经理 负责美妆视频 不单单是编辑 从最早期的策划开始 整个项目 那工作地点是在深圳 加油 我们大概每年有几百场的培训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我会让你参与到传媒媒介部门 你轮过半年 我断定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培训师 所以我愿意给你我们PVGO的培训师助理港 地点 在北京 收件 给你提供的岗位的话是我们理财营销部的这个管理培训生 这个工作地点的话是在北京 谢谢 好 亚童 尊照你的意愿 是助理品牌管理培训师 工作地点北京 赵鹏 我们市场营销部门给你管理培训生的这样一个岗位 熊月放 OK 国一你好 你好 我会给到你的岗位呢 是市场部的管理培训生 那你会接触到比如说做这些新媒体这块 地点 北京 来 十一盏灯当中灭掉九盏灯 因为我会让你开心 刚才的灯 在北京 中文字幕里面 岗位 谢谢您的赏识 谢谢 还有细节很帅 谢谢 加油 有请尹丰 张伯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写下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千家五千五百家 来 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位 我想问一下张总 就是因为我的家是北方 就以后我可不可以派到北方来工作 因为这个岗位主要是 它跟我们总部的产品运 其他团队协作太密切了 暂时我没办法把它设在北京 但是还是那句话 互联网变化太快了 我们肯定是在北京 要有我们的产品中心的 但是这个时间我现在确定不了 您刚才给的是培训方向的 管培是吗 人力资源部会跟你面谈之后 选择一个你最擅长最适合的岗位 正式订岗 我们要把未来的咖啡之一的 时尚清餐打造成互联网餐饮 所以在互联网营销上 应该你有一定的基础 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好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咖啡之一 美拉或者是谢谢在谢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一 非常谢谢张伯 张总 然后对我的赏识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 对自己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之后 可能对于未来 我的一个发展方向 会有一个更清晰 更明确的发展方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来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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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